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温柔对待 去发现自己的潜力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随后在评论区下方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不舍 形容肖战饰演的唐三是一个无论面对怎样的困境 依旧风雨不改 勇敢冒险的少年 唐三真的是个十分优秀的学生 不仅如此 网友们还欣赏唐三的浴室不轻言放弃 面对困难迎难而上 似乎是再多的困难都比不了心中的一团火 因此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看着良机一片 但肖战的处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乐观 在最新一期的一人网络影响力榜排名 电视剧《山河令》是最大的赢家 他的两位男主角龚骏和张哲瀚进入了前二名 杨幂排名第三 肖战和杨子则是第四名和第五名 王一博此次比较低调 未进前五 不仅如此 16号由龚骏张哲瀚组成的CP浪浪钉 超化排名首次超过了肖战和王一博组成的伯军一销 2021年第一部单改剧《山河令》播出后 浪浪钉的超化排名很快就来到了第二 而且还是在肖战的斗罗大陆收官的这一天 在《沙河令》播出之后 龚骏可谓是胡道天气的十八线日人 自己当主角的剧接连扑街 但没想到凭借单改《山河令》 龚骏短短一个月粉丝过千万 随便发条动态都有数十万点赞 有一跃而上有成为顶流之势 而一向低调的张哲瀚更是高达1300多万 并且截至目前 山河令的斗瀚评分高达8.6分 并且是将近25万观众给出的评分 这个评分已经远远超过了7.7分的陈秦令 并且从打分来看 山河令四五星好评占九成以上 而一二星差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反观之 陈秦令似乎数据就要差好多了 看来顶流格局要重新洗牌了 肖战和王一博要退位了 但改剧如今已经取代了选秀节目 成为诞生顶流最多的造型方式 并且随着山河令的热播 就有资本盯上了商务资源一般的张哲瀚 直接被圈内人归在于肖战同意发展圈层内 尽管这部剧不如陈秦令来得声势浩打 张哲瀚的热度也远远比不上 处在顶流的肖战 但资本早已将其作为肖战的替代饼 助其发展 的确 从网络封评的角度看 张哲瀚明显要比肖战更有优势 准备将原属于肖战的资源推给张哲瀚 也算是资本的权衡考虑 而且 现在的张哲瀚虽然人气高 话题足 但是身价很明显要低肖战许多 或许这也是品牌方愿意找张哲瀚的原因之一吧 而据了解 张哲瀚能这么短时间获得如此高的人气 居然有之前博军一销的粉丝 而且这也很正常 单改粉虽然客机能力很强 但忠诚度一直不高 当初肖战王一博的粉丝中 也有很大一部分 曾经是黄景仪 许卫州 朱一龙 白宇的粉丝 这么看来 是前浪被扑死在沙滩上了 不仅如此 山河令似乎也准备走陈情令的老路 最近就有票务平台针对这部剧进行市场调研 看得出来 这部剧也开始准备筹划国风演唱会和主创见面会了 并且初步定的时间就在今年的第二或第三季度 而且看网友评论 热度还不低 不过 如也认为 通过单改剧走红后 男演员一定要尽快转型 因为流量只是一时的 作品才是一世的 肖战 一年的至暗时刻是给你的另一种形式的礼物 六月份时 我写了一篇文章 霍希 辅索医 三个月的至暗时刻对肖战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礼物 九个月过去了 肖战的粉丝们终于等到了他很多好消息 当时很多路人在观望 事情的结局究竟会是怎样的 还有一些人在试探 试探人们能接受的道德底线 一个那么干干净净 温柔谦和 对娱乐圈有无限憧憬的肖战 这一年走的如履薄冰艰难异常 霍希 辅索医 这一年会是肖战最大的财富 首先肖战确实爆红的太快了 快到了团队跟不上他的脚步 这一年逼着他的团队快速成长 肖战确实需要一个成熟配得上他流量 应对问题能力强的团队做他的后盾 给他做好规划 给他处理突发事件 给他协调各种关系 让他心无旁计的做自己最爱的工作 精进业务 其次 这一年的时间里 让这个刚出道相对顺利发展 对这个环境抱有幻想的单纯男孩 必须停下来 重新审视一下这个环境 做好更充足的心理预设 知道了这个圈子的背叛插刀 虚假喧哗 要学会保持赤诚之心的同时 也要穿上铠甲 一年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 好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 打磨自己的演技 和唱功 事实他做到了 再次出现的肖战更加挺拔 演技和唱功的确更加精进了 唐三的原生得到了一致认可 各种舞台表现更为稳健 再次一年的时间 让更多的路人 从事件的好奇到去了解肖战 喜欢肖战 更多的路人转粉 谱粉变成死忠粉 对粉丝进行必要的提纯 剩下的和他的粘合度更高 所有的数据一记绝成 肖战未来的路肯定会走得更稳 更好 其次 在维护肖战 支持肖战的过程中 更多的人是维护自己的三观底线 一次次断成打榜投票的数据 一次次对他大言的商务活动 让人震惊的权力支持 都是对自己三观的致敬 没错 作为路人 在拳王绞杀肖战的时候 可发生的渠道确实有限 凡是和他沾边的 都会处于舆论压力的中心 被骂马 诋毁 甚至丢了工作 不敢想象那个舆论漩涡中心 万人痛下杀手联合绞杀的男孩 是怎样度过这么治安的一年 几次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为无恙的人生 他在现实里生生重复一遍 看着漫天的诋毁和骂骂 真的是心痛又无能为力 好像看到了没有背景 深陷泥潭 弱小无助的自己 太多的路人用小小的 微不足道的坚持 坚持自己的坚持 直至今日 带拔云见日 他身披盔甲 依旧站在顶峰 那不是肖战的胜利 而是平凡你我的胜利 回首确实是伤痛 也是财富 不能打倒你的 终会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肖战让我们彼此说声 谢谢你的坚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 在数个超能力 尽请关注哦